這個安全部分當然一樣 所謂MRI的問題當然就一定來自於我們這個高磁場或硬體上的設置 所以不外乎也是來自於這三件事情 第一個 你這個外加的一個高磁場 一個達到Tesla等級的一個主磁場 可能會產生一些問題 比如說他可能會產生是一個 Microscopic Nuclear 的一個 Magnetization 是一個比較聚觀 就是我們說會讓Spin去做一個排列 它是一個比較聚觀的一個情況 那 再來是說如果你用的是一個 Rapidly的一個 Ordenating的一個 Gradient Fields 特別是在EPI的Sequence裡面 我們EPI說GX跟GY要不停的開關開關 這個情況下當然是用在我們這個Special Encoding裡面 這個東西其實就會產生我們現在說到這個 直升電的問題 這個Current對於人體來說可能會有一些潛在的傷害 那再來是RF-Host RF-Host一個問題 當然我們說RF-Host它是 非常重要是用來去激發我們這個Spin System 或是Reparation 這個Spin System 當然它有它潛在一個問題 但是它的問題不在於 產生電流 它的問題在於 產生熱效應 OK 所以這三個分別有它們不同的一個 生物安全的一個議題 那 類似於這個 浮射安全的法規 其實對於這種 非有離輻射方面 其實也有 這個 一些Propercodes 可以Follow 那 這邊列舉了這兩個是比較重要 特別是第一個 針對這種 ICMIRP 這個Commission 這樣的一個委員會 它其實針對這種 非有離輻射 它同時也 定製了像是這個 超音波或是這個 光學兩色的一些 安全法規 那 MRI當然也是包含在裡面 就是這種感應電動式的一些 概念都包含在這個裡面 那另外一個是這個 少了一個R Electro Electro 怎麼講一個R Electro Technique 就是一個國際電工的一個 的一個Commission 就是一個委員會 它們也去制定了一個 對於這種 電子儀器的一些安全性 裡面有部分其實也是跟MRI有關係 那如果有興趣你就去看 那個網址 它們裡面會 每幾年 它們就會update 它們的這個 內容 那 這個 目前我們 這邊講的 其實可能大半都還是包含在2008年 訂了一個 2004年訂了一個 Procode 它們後來在09年跟 14年有分別針對比較小的部分做一個update 但大體上來說其實是差不多 我們在講這個安全的時候其實我們會定義三個不同的一個operating mode 這個operating mode 我們一直說就是我們要容許 一個所謂安全性達到一個什麼樣的程度 如果我們今天說是一個 Normal operating mode 是指我們一般應用在臨床上 這對病人 因為病人的情況 通常會比Healthy Control來的複雜一點 不知道它有什麼 其他一些問題 所以 通常我們會在一個比較 安全性比較高的情況下做一個造型 那這個是稱作 Normal的一個operating mode 就是我們一般在 Clinical有定在用的一些 這個MRI檢查 那我們在磁場的限制下 通常這個operating mode 都是限制在 兩個Tesla以下 所以現在一般 目前臨床最常的MRI 是1.5Tesla 是最多的 那再來如果我們說到這個 Control的operating mode 實際上它是 主持人想說我們會鎖在 2到4T中間 4個Tesla中間 那 這個其實就是一般我們在研究上最常用的 3Tesla的一個範圍 那通常這個的話都是我們會安排一些比較特別的 這個MRI檢查 比如說 像這個Diffusion Tension Image 就是一般在磁場上比較少用 但是在 Studdy上 Diffusion Tension Image 這種需要 EPI高度去切換磁場 這種東西上 或是FMRI 都會是我們在研究上 非常常使用的一個 一個造影的手段 那這個的話它就會有一些風險性 可能會造成這個 受試者或是這個 來做檢查 這個病人可能會有一些 在森林上不舒服 或是有一些 這個 刺激 的一些情況產生 那這個通常都是如果是Pathion的話 正常的可能都還好 但是如果是Pathion的話 一般在RB裡面都會要求 你要有這個 醫生陪同 要有一個 足夠完整的一個 Medical Supervision 的一個基準 就是說如果今天病人不舒服 你是不是要馬上停止 然後是不是會安排醫生 給他做立體的處置之類的概念 這是針對病人的部分 那通常一般在 Helsey上面 其實一般不會去 強烈要求說你一定要有醫生陪同跟旁邊 那再來這個 最高的就是 Experimental的一個 operating mode 那這個通常都大於 4個Tesla 目前在 台灣好像到4個Tesla 大半 比較多可能 也是動物實驗 比較多 那這個當然因為它是比較屬於高值賞 所以它的這個 我們在 這個 RB的審核上 甚至是這個 Minical Supervision上 都會比其他兩個情況 來稍微嚴格一點 那它的這個風險性 當然 會比其他兩個Move來高一點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主持賞 主持賞對於這個 這個 這個這個 受制者來說會有哪些潛在的風險 如果說今天你是帶在這個主持賞中 它是uniform的一個 Magnetic Fill 像左邊這張圖的話 原來說你會產生就像一個 我們說可能會產生是一個 Magnetic Magnical的一個Torque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這個詞曲 不是排列的方向 不是順著這個 主持賞方向的話 它應該會有一個 Torque產生 就是讓它alignment到 Parallel 或是Anti-Parallel to這個 B的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當然更危險 就比較危險的情況下是這一種 如果你今天不是待在磁場中央 你是在這個Magnetic的周圍 這個時候如果你又是一個 可以被磁化的物體 比如說 瞬子性 或是一個鐵磁性的物質 那可能就會導致你這個東西 變成是一種 很危險的一種投射物 這個東西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照片 這個是國外的照片 台灣 好像說不知道這個照片 如果今天有人 沒有概念的把這個輪椅 一般不是那種 MRI comparable的輪椅 推到這個MRI裡面 它會直接被吸進去 甚至像這麼大 上這個 電動病床 他們可能病人 不良於醒來 想說推進去之後 再把他抬到那個 Table上 這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所以通常如果說 這種 如果病那種 Patient要做MRI 我們都會把 MRI的那個Table 通常是可移動式的 我們會把可移動式 這個Table推到外面來 讓病人上這個Table 再推進去 我們不會選擇把這個 一般病房裡面 電動病床 給 推到用MRI 結果就會像這個樣子 它再重 都會被整個攜帶 在上面 這個 物體越大越可怕 你越拿不下來 通常一張椅子 如果你 兩三個人一起 合力去拉 你還可以把它拉出來 但像病床的話 就只能做 像我們之前 調到坑群這件事情 就你要把 液態害的液態蛋 全部都放掉 讓整個超導磁鐵消死 但是這個 一放一次就是要 一兩百萬成本 因為你要重新再灌 液態害 所以這個 比較危險一點 這邊有一段影片 這個是YouTube上 有一段影片 給各位看一下 這是有一批眼 這個感覺上 他們應該是在 實驗室的環境裡面 看他們好像玩得很開心 但其實 實際上這樣很危險 你看他丟一個像一個 只是一個小小的石塊 他丟進去 其實他那個 很快就變得像我們 就是說他那個 子彈 這個是病毒機 如果你不知道 帶一個病毒機進去 他也是很可怕 你可以想如果中間 是有病人在 他頭在那邊 你要給他丟進去 那這個是他用一個 這個壓力器 就用擠盤 擠盤來去量測 他現在對面 就是綁了一條線 他就是放了一塊 應該像我們一般那個板手 就是六角那種板手 他只是要綁在一個線上 他其實測到這一個磅數 大概就是 300還是200 到那個數值 這非常可怕的一個數值 所以這個是 如果你真的被人帶進去 通常我們最容易忘記就是 你插一口袋的筆 或是什麼東西 就是 像醫師可能有兩袋子 那種東西都是清楚 那個你一進去 他一吸一吸 就是直接喝進去 你看 他後面會用力拉他 如果你硬是去拉 他這樣用力拉他 那個情況 這個可能會到 400磅以上 那如果說 如果是椅子 這個他們真的很搞乾 就是把椅子綁緊 然後就開始 給他濕了 就會發現 一開始 好像慢慢的 靠近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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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個 磁力會非常非常強 他們不太敢 瞬間放手 慢慢放 然後 我們已經跳到 1300磅 這很可怕 這很可怕 如果這個 你是站在椅子 跟 要馬來的重點 你可以想像 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OK 100磅 這已經幾乎是一台車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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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除了刚刚说的这个比较是这个机械力的一个概念之外 实际上在这个高磁场的一个强度的情况下 其实我还会提到另外一种所谓hydro hydromechanical interaction 意思是说实际上这个 这个在一个高磁场下 虽然我们说它是一个稳定的一个静磁场 流动上来说应该不会产生感应的电流 因为它是一个静止稳定的磁场 但反过来如果你今天是一个静止稳定的磁场 对一个在流动在移动的一个电子或带电粒子来说 它一样会对它产生出感应的电流 就是谁在动都一样 都会产生出一个感应的一个电场 或是一个感应的一个电流 那在身体里面什么东西是在流动的? 就是我们说血管里面的一些物质 血管里面的这一些proton实际上都在流动的 所以在这个过去的 这个比较像是一个用简单的model去predict 如果说今天我们把人放在 5个Tesla 10个Tesla跟15个Tesla 情况下 实际上会导致你这个主动脉里面这个流速 受到一个1.3、4.9跟10.4%的一个 流速上的一个改变 就是你可能会阻挠它的一个流动 那这件事情大家可以想象 可能如果是一个100%当然是一样危险的事情 会导致这个整个body的sla 会受到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影响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是 其实在高脂肠的情况下 或许会改变这个chemical interaction chemical reaction 比如说一些这个分子的形成 或蛋白质的转换 有可能 但是在目前文献中 并没有看到有任何高脂肠造成这个影响 这只是一个可能的疾传 那以结果来说 目前看起来似乎是 针对我们有时候会提到就是 关于这个怀孕这一块 对于这个刚着床和胚胎 对于这个出生前 甚至出生后的一个发育 其他会发现说 在过去文献里面报道 在小至1个Tesla到高的9.4个Tesla 一个很强的静子长对它的影响 并没有明显出现 那如果说你把一个人 放在一个很强的一个子长下 让他得到一个maxima 一个flux density 我们说是Bug Tesla 其实他们过去文献上也告诉你 其实你放在这个Bug Tesla的强度下 也并不会导致他的一些生理的一个 这个这个一些表征出现一些变化 比如说像心跳 呼吸 甚至像我们说这个舒张压 就是这个血压里面的舒张压 甚至是如果我们用手指去量测 它这个血压的濃度 或是我们说这个 身体里面的这个温度 都并没有任何显著的变化 但是唯一有变化的是这个 在收缩压上面有一个下降的性价 那这个跟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那个Hydro Magnetic的一个 Magnetical的一个interaction 是有关系的 它会改变你一个血流的一个情况 但是这个幅度还是很小 并不是像各位想那么大 因为我们刚刚说5个Tesla 才造成了1%的一个变化 所以像一般我们在用1.5个Tesla 到3个Tesla 其实改变是非常非常小的 那在流行病学上面 他们也特别去找了 找了像这个1421个 在这个可能一个Tesla强度下的 这个Magnetical的这些机构 下面工作的这些女性 而且他们是有怀孕的女性 去看一下他们到底在这个怀孕的一些 因子上有些变化 那会发现比如说自发性的流产 或者是早产 39周前就出生的早产 或者是你这个出生这个婴儿的重量 或者是这个性别 出生后的性别 其实并没有任何显著 就是跟正常的这个Glub 也并没有任何显著的差距 所以改变说 其实这个高磁场的情况下 并没有像我们以前讲的 电子波好像很强 会导致这个变化 当然因为我们现在 其实只有讲Magnetic Field 所以目前 这个最后在这个 这个Guide里面 其实要告诉你说 目前我们对于这个BankTesla 高磁BankTesla 我们都认为 这个主磁场的强度 并没有对于这个 健康状态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变化 好 那我们来看第二个 如果我们今天考虑的是一个Gradient 就是我们说 它今天其实是一个Time Barrier Time Barrier 就是它是一个随时间变化的一个 好 如果是这个情况下的话 我们就要注意了 因为你今天是一个 特别在EPI的情况下 它是一个 很快速在做一个 这个磁场变化的一个情况下 这个我们就会说 会产生出这个所谓 感应的一个电场 或是我们说一个感应的电流 这个我们称作法拉第定律 就是一个 A Time Barrier的一个 每年底的Field Bt 随时时间变化 这个B 你看看来说 应该会induce 一个 Electric的一个Field 我们称作et 那这个有一个简单的公司 就是说 它会跟你的这个 你去感应的这个 Circuit的一个半径有关 如果它是一个 Circular的一个Circuit 就是它是一个 圆形的一个回圈 一个密闭的一个loop 实际上 这个感应出来的电流的强度 会跟这个 它的这个半径有关 所以你想要像 右边这张图的话 假设我们今天这个 Bt 是从上面给下来 就是这个变化的这个磁场 是沿着这个Z轴的方向 那么你在这个身体里面 这个你可以想要 有很多不同的界面 它们其实有不同的半径 那当然这是一个 ideal的一个model 人体的组成 不会那么的单纯 但这是一个ideal model 给各位一个印象 那这样的一个 感应出来的这个 Electric Field 就是感应的这个电场 它当然也会 产生一个 在人体里面 在一个导电的物质 像是人体 因为我们是水含量 非常高这种人体里面 它会产生出所谓的 这个感应电流 这个我们就称作 ADCircuit 跟刚刚提到的名词 那样像 ADCurrent 它会正比于你的这个电场 随时间变化的这个强度 那你这个 Sigma 我们这边Sigma 指的是这个 这个人体组织的一个 我们说导电率 就是Electric Conductivity 这样的一个数值 那这个实际上 过去文献都有report 只是说 因为Dependent 不同的这个 Tissue Type 它的这个导电性 都不太一样 所以这个数值 我并没有把它列出来 给各位看 如果你需要再去查文献 这边有没有关系 那这边的话 我们会发现说 这个 我们所产生出来的 ADCurrent 就是这个电流 它其实会影响到 我们这个 Cell Membrane 这个层面 就是会影响到 我们这个 细胞膜电位的一个层面 那这个主要会影响到 就是什么 其实最大的影响 就是在于这个 我们说Nerve System 以及还有这个 像是Muscle 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是它们会有一个所谓 性胞膜电位上 会有所谓的这种 Action Potential 或者所谓电位的影响 那如果说你今天 可以有一个外加ADCurrent 会不会能够去 诱发它 产生一个火化 或是去 Stimuli 它 就是你会不会去 刺激它的火化 那对于Nerve 像周边的Nerve 如果说你今天受到这个刺激 你可能就会有一些 麻或是疼痛 一些uncomfortable的 一些现象出现 那这个可能就是 病人会complete 就是他在这个EPI 过程中可能会觉得 这个手脚不舒服 好 所以这个通常 我们就会说这个 你可能会对于一些 peripheral的Nerve 有一些stimulation的情况 那当然 这个我们通常 虽然它只是一些 不舒服感 但这通常我们都不希望它产生 因为这个可能会影响到 这个病患或是受死者 在整个 整个受伤环境中 它的一个 比如说它是能够有效固定它的头 或是维持它身体的姿势 如果它今天有点不舒服 它可能就会 去动手或动脚之类的 这可能就会影响到 我们实验的夸体 但是对于那个 生命安全来说 其实我们更care的是 你不能去造成 我们一个 心肌跳动过程中的一个 这个影响 所以这个是priming考试 那 还好过去年就告诉你说 你其实要影响这个 cardiac的这个量 通常这个比率 这个ratio 会是一个14倍以上的一个差别 就是说 其实你如果不会去造成 这个peripheral nerve stimulation 通常都不会影响到 这个cardiac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情况 它的一个pump的一个情况 所以反过来说 通常我们在制定这个安全法规的时候 我们都是以 peripheral nerve stimulation 一个perception量 当作是一个标准 如果说 你的peripheral nerve 都不会受到任何的刺激 不会感知到任何的不舒服的话 比方说 你这个 这个心跳的心跳 会是一个安全 一个ratio 所以我们通常在制定反过来说 是以peripheral nerve stimulation 来当作一个标准 好 所以这边通常我们这边在写 就是说 这个 因为我们刚刚说这个b 它是一个time varium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写dT 就是随时时间做变化的这个b 这样的一个 这个label 我们给它做一个限制的label 其实它通常都是在 80%到100% 什么样的一个80%到100% 就是说 这个peripheral nerve stimulation 的一个stress hold 它感知到这样不舒服 或是觉得有 有任何 这个uncurricular的感觉 这样的一个label 我们都会定80%到100% 是一个 我们一个安全的一个label OK 好 这个是在于这个 这个 这个time varium的gradient里面 其实我们通常要求就是 它不要造成我们心跳上的影响 那么 peripheral 这个muscle or nervous stimulation 其实都只是一个 感觉上的一个影响 这样子 那到这个rf rf这个领域里面 就不太一样 rf虽然也是一个射频电磁波 理论上来说 它可能也会产生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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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因为它的label等级 跟这个 这个我们刚刚所提到 这个gradient等级 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其实会让你的 这个 extracellular 这个电位 就是potential 这个 potential extracellular potential 跟你intracellular 其实会达到一个平衡状态 所以 按照这个概念来说 其实并不会有任何的 这个 细胞膜内外的一个 这个current 产生 也就是说 其实你不需要去担心 这个所谓 激发的一个现象 那反过来说 我们现在要care的 反而是 所谓 cernal effects 在rf的这个领域里面 我们其实care的是 这一些rf pulse 它们其实这个能量 传递到 我们这一个身体里面的时候 我们说过 它其实是要 跟我们的身体达到residence 在你的residence 情况下 其实是有效 把energy给我们的身体 那energy 从这个 激发到speed里面 它会再release到我们 周围的精度里面 其实它就是以热的方式 在做释放 那反过来说说 如果你今天很夸张 去给它一个 很高强度 长时间的rf的字节 的时候 会不会导致人体的温度上升 OK 那人体温度上升 当然会有很多的疑虑 因为我们说 蛋白质可能会变性 可能会影响到很多 这个cell cycle 一些问题 甚至会不会影响到 胎人的安全 就是生物 effect 那我们在提到生物 effect 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一个指标 这个指标 然后我们称作SAR 这个全名叫做 specificabsorption rate 那它的单位是一个 每公斤的tissue 它所接收到的这个energy 是几瓦 这样的一个单位 所以我们称作 是一个absorption rate 那absorption rate 它有它计算一个公式 不过我并没有放上来 因为 那种可能 对过来说 不是那么重要 不过各位要知道 一个概念是 这个SAR 实际上它会 正比于这几个factor 会正比于这几个factor 第一个 主持上的强度 主持上的强度 还是会有关系 你今天主持上的强度的平方 会是正比于SAR 第二个 alpha alpha是我们给定的 rf pause的这个角度 我们今天给一个90 degree rf pause 跟我们给一个30degrees的rf pause 是一个不一样的热效应的产生 它们是差一个平方 一个是90 一个是30 所以可以想像 在什么pulse sequence里面 我们所累加rf pause的 这个summer effect最强 就是所谓fast spin echo 因为它是90度之后 一直180度 18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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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所造成的 summer effect 是所有pulse sequence里面 最强的一个情况 好 那再来一个是 我们上次有提到 所谓duty cycle duty cycle 它的这个写法 是tr分之tp tr分之tp 它的意思是说 在单位的tr tr就是我们指的 repetition time 在一个tr里面 你的这个pulse duration pulse duration pulse duration 的长度有多少 你今天这个 比如说一个tr里面 你这个累积的 pulse duration tp 如果是长达 比如说50%的一个tr 那这个factor就变成0.5 那如果说你今天只占0.1 就是0.1的一个factor 所以也就是说 你今天在一个tr里面 一个sequence里面 你给予了这个rfpulse 开的时间越长 你说累加这个 热效应其实也是越高的 那最后一个是ns 这个ns 这个ns其实指的是 在单位tr里面的slice number 我们有一个sequence 叫做所谓multi slice 的一个acquisition 所以如果你在一个tr里面 对很多不同slice 都做一个激发动作 它的一个 热效应也会来的 比较高 OK 所以它特别强调的是 一个tr里面的slice 不是total的slice 那其实在过去的这个研究里面 其实已经告诉我们说 在一个持续的rfexposure里面 其实我们会发现说 这个 在一个单位的slr里面 就是一个单位的 这个watt per kg 这样的一个条件下 其实我们会发现 我们所导致的 这一个生物的一个 温度的上升 其实大概都是小于0.5度c 所以这个幅度 其实也是非常小 非常小 那当然我们说 其实你大于1度 甚至2度以上之后 你可能就会担心到 有一些像这个蛋白质变性 或是一些其他的问题 因为我们说 这个人体可能 温度可能在3738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这个 这个到40几度以上 可能会导致你蛋白质的变性 但是以过去这个例子来说 其实大半都是在0.5度c 就长期的步骤 其实也只会增加 每一个sar 每一个sar 每一个sar是0.5度c 所以如果你今天的sar是4的话 比方说最多应该增加2度c 这是perl for eachsar 但是在人体里面 并没有这么单纯 就是我们不是好像一块死的肉 一样就是去照射它 就累积这个肉量 在这里面有很多 这个我们称作 Cermal regulatory 的一个adjustments 我们有很多调控 去散热的一些机制 比如说这个 我们可以去调控 我们这个本身 人体的一个hit production 我们要能够 达到温温的现象 本身无能力 就是意在产热 但是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 降低 这个metabolic的一个hit production 来达到 调控温度的一个现象 第二个 如果是以很local的角度来 很局部的一个角度来看 其实我们可以透过这个 所谓血管扩张的机制 我们可以多血管扩张 让更多的血油 把这个热量带走 这样一个机制 来达到这个散热的一个效果 那大家来讲就是 增加我们的heart rate 让我们这个身体的循环 可以更为有效率 这样 那当然人体里面 这个是在 博物类动物会 人体里面 特别有的一个机制 就是说 第一个我们有这个 流汗的一个机制 我们如果真的热到不行 其实我们会透过 失去水分的方式来散热 那第二个是说 其实我们这个 在特别是human来说 我们像教育其他动物来说 其实我们这个 blood flow的这个range 是可以到很广的 所以我们有一个 一个比较高的dynamic range 有blood flow range 所以我们有 比较高的一个 一个 flacibility 可以去调控这个 温度的一个变化 好 所以在最后的这个 徽章里面 其实我们会定义出说 在这个 这三种不同 我们刚刚提到 这三种不同的mode里面 在normal mode里面 其实我们 只会允许说 这个温度的提升 是指 coil body temperature 应该是在 锁在0.5度C以下 那control 是会锁在1度C以下 那experimental 就要 depend on 你今天这个 我们刚刚提到 组织上的强度嘛 所以会有一个 大于1的一个情况 那 但其实在身体里面 其实我们在 对于热效应的一个 感知上面 其实有一些 器官特别脆弱 比如说brand 或是比如说 像男性的生殖器 这些都是属于 会比较 sensitive to 这个温度的变化 我们可能对于 它的这个 这个 limitation 或是对它的一个 安全性来说 会希望来得 比其他地方来得高 所以像这个例子来说 虽然这边 total是说 body core temperature 是0.5度C 但是你会发现它的这个 total temperature 它锁在38度C以下 但是你的四肢来说 可以到45度C 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这个其实 是一个基本的概念 那 按照这个 国际观光标准来说 其实是在 浮入在20到30分钟的 一个 rf field 底下 我们认为 这个 whole body 的一个少量 应该要锁在 4 kW 以下 那这个 导致的结果 其实就是说 这个body temperature 应该是最多 会increase到0.6度C 这个是在 人体的情况下 因为你本身有 这个调控制值 所以这个数据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 Vidia Frequent 除了热消音之外 它有一个 比较直接 比较立即的 一个可能性的伤害 就是 可能会让你烧伤 可能会让你烧伤 这个 这个是 这个是 有一个例子 就是说 当你今天这个pation要进去 他要穿短裤 那他的这个小腿跟小腿 又直接碰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情况下 会让我们这个 整个 整个 我们刚刚提到的所谓 有一个短度出现 就会导致这个 contact的地方 我们说skin to skin 这个contact 这个地方 会形成一个 我们说 就是比较难 就是 超回答 那这个 这个其实就是指 他这个例子来说 他其实是一个三度的烧伤 在一个非常局部 他一个contact 到skin to skin contact 的地方 所以这个其中 我们在照项空中 我们通常都会建议 这个受制者 你不要穿短裤 如果他要穿短裤的话 我们一定会让他就是 穿那个检查服 或者是 让他在脚跟脚 或者是手臂 跟这个身体之间 可能会 垫一个这个 布 或者是像那种 海绵垫尿的东西 就是避免 这个所谓skin to skin 的contact 好 OK 在最后结束前 我们看 两个东西 就是 这个 既然说了这么多 这个所谓 实在安全的东西 其实这个 我们在照项前 就有一个 专门for MRI 的一个 一个 pre-scanning 的一个 一个 你说安全说明书 或是一个检查单也好 这个的话 其实在国际上面 有他的一个标准 比如说 这个是从一个 呃 如果各位对MRI safety 特别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去搜寻我的网站 叫www 然后点 就是mrisafety 然后.com 就这么简单 mrisafety.com 他上面提供了很多 这个相关一些 影国美女选 一些safety的资讯 那 其中他里面 也提供了这一个 比如说 这个 screening form 的一个下载 那其实一个完整 screening form 当然上面这都是基本资料 这个我们通常 一般 该有的都有 就是你的姓名 性别 你的patient ID 啊 或是你这个柱子什么 这是基本的 但他就会问一些问题 会不会太想 他可能会说 你是不是有经过 任何的手术 任何的手术 或者是 你有没有做过 任何的 或者你有没有经历过 呃 做过类似的一些诊断 比如说 你有没有做过MRI 或是做过CT 等 但是这边有一个 要特别提醒各位 或者是说 呃 有一些人可能会说 我已经做过MRI 在医院有做过MRI 所以我应该可以来 杨明做MRI 没有问题 这个要特别小心哦 这个不禁忍成的医院 在医院一般都是 Tesla 他们用的Post Sequence 就像刚刚说 routine的一个检查 通常就找什么T1 T2那种 他不会有像EPI 这种Post Sequence 所以这个对于 这个patient的一些 身体上一些 负责来说 其实程度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 我们通常都是 写的当作一个参考 比如说OK 我们已经做过哪一些 有一些potential的一些记录 当然 这个是国外 他们这个完整序的 他们会写 但是我们不见得会写 所以今天提醒各位 就是MRI 不是别人做过 你做就安全 还是要特别做一个 screen的一个动作 那这个 如果说先前 你做MRI的时候 你可能 在EPI这个Post Sequence 你就不舒服 那这个 通常一定会把它 特别记不下 所以他会问你说 你是不是有 在先前 这个MRI的examination 或是在MRI procedure 你有碰到一些问题 比如说你在 掃的EPI 你就觉得 手麻脚麻 特别不舒服之类的 这个都会特别做一个询问 那或者说 你是不是有曾经 受过伤 那甚至是有一些 这个棋子 像炮弹的碎片 有一些像老兵 因为从容肿去recruit一些 受着他们可能解决的老兵之类的话 你就要问他 身上有些炮弹碎片 这个就是非常小心 那其他就是有一些都是一样 就是有没有一些 金属的植物 或一些外来物 那甚至有些 比较小型的问说 你目前有没有在吃一些药物 有没有吃一些药物 或是有没有一些过敏的现象之类的 那就是一个完整的表格 那如果说他 有任何的 手术的一些 之前的一些history 或是有一些 任何受伤的一些经验的话 其他更详细的就是 会去 让你去画 好像我们那个租车 一样会让你画一下 那个板筋上 或烤 这个烤漆有掉的地方 也要到 就是人体身上也是一样到 也就是 你们去记录 他那一段是不是有 比如说金属植物 或是什么样的情况 但通常 按照 我们在姚名的游戏规则 因为姚名 毕竟只是研究机构 它没有 没有很完整的医疗 一个组织 所以通常只要有任何一点的 这个金属植物 或是任何一些手术的这个历史 我们通常都会 就是让他不要上这个检查台 对于女性来说 特别有一种是 他们会放一种所谓植入性的 金属的避孕款 这个好像叫什么T 什么的 有的人一开始会觉得没差 那种通常是同质品 他觉得没差 但是他进去之后出来 谁跟你讲 那这也是比较危险 通常像 这种进去出来 没事是因为他可能固定的好 所以没有问题 但是 在高涨的情况下 他会不会有些潜在伤害 我不知道 因为像我们刚刚提到这个热效应 如果你今天热效应 是有金属在的情况下 他会积聚在这个金属的周围 所以 很有可能 你这个 或是子宫容易 有烧上的情况 这个是我们不知道的 所以通常有任何的 金属 不管是在任何的位置 我们一定都要先问金属 那当然一些像 我们身上可以 拿掉东西 像皮带 像这个项链 女生肯定戴项链 或是手链 手表 像铃链 铃链最可怕 因为铃链都会放在口袋里 所以你一进去躺下来 那会全部飞出来 所以 这个铃链也是 手表倒是还好 手表不太会飞出去 但是手表会比人不准 所以我们通常 怕那一支是名贵的 表会出来跟你讲说 为什么我做完检查之后 他就快十分钟 对 因为我这支就是这样 然后实习的时候 不小心带进去 所以 后来他就一直都快十分钟 对 这就是很小心 就是理论上这些东西 都不应该进去 那其他的东西 像是子卡 进去会被消死 他就回不了家 那或者是像他这个手机进去就报废了 这个 都要非常小心 就是你如果说 因为所谓安全性的问题 这样造成他财务的损失 他可能也会 有一些complain 所以这就是完整表格 如果你希望 做到这么严谨的检查的时候 你其实可以填这样的表格 他里面提供英文版 跟 这个不知道哪一国有点 是德文吗 是什么 看本 是德文 对 他提供德文的版本 那刚刚上面是for 你如果仔细看上面都是for patient 就是这个 他写的都是for patient 那下面的话 他最后一页是for Healthy individuals 这个 那他检查单 内容就比较简要一点 就是如果说你是 知道他是正常人 他也没有什么 这个 太多疑虑的话 其实你就可以点一个 比较简单的版本 好 那实际上我们在 在这边使用一个最简单的版本 其实长得像这个样子 你看 就是一些基本的资料 那 接下来其实我们就会问一些 最关键的 比如说 有没有接受过手术 如果有的话是哪一种手术 如果他说比如说是割栏目 那就可能还好 但是如果说他的手术是 就是他可能以前有 像跌倒 有这个骨折过 他有植物性的钢钉 这一般都是不能进去 那 那有PACEMAKER 或是这个 一些这个人工伴母 因为他们通常都是金属成分 那比较好的一些 会是 这个MRI compatible 成分 那一般只要有 一定也是不能进去 甚至不能靠近 因为我们其实在这个 MRI 这个我们有所谓这个 呃 磁场的梯度线 好像我们可以从这个磁场 我们正中央画出一个最强 比如说3TESLA 一直慢慢往外画 画到最新群可能是0.5个高丝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通常如果你今天有PACEMAKER 你可能连那五高丝线 都不能进去 就是你要以一个最安全的一个规格 来访判这样的一个意外发生 那其他就是 那会动过这个 动脉流手 因为通常他们都会用 刚刚提到的ANUISON CLIP 他用一些直血夹 或一些这个 支架的方式 那这个都是不能进去 那其他就是 呃 有没有受过一些 伤或是被炮弹炸到 这些都是很小心要去做询问 那其他就是一些 有没有植物 植物 那还有一个就是人工关节 在 通常各位如果真的未来有机会用MRI 可能都是老一辈的人 那如果老一辈的人 都有置换过人工关节 而且又是 有金属成分的话 就要很小心 通常如果可以不要让它进去 你就不要让它进去 所以反过来说 如果你今天这个收案 是有需要用到MRI的话 你可能在一开始收案 里面 这个MRI的 适应症 你不要很小心的做check 不要最后它就是已经 训练了十二周之后 才发现它有人工关节 可能就比较危险 那还有一个就是 怀孕的问题 这个 这个其实经过我们刚刚讨论 它并没有一个 显著力气性的效果 只是通常啊 在道德的概念上 我们有必要去提醒 在这个青春期 或是 这个所谓适应期的女性 我们要特别去询问她 说你有没有 怀孕 或者我们甚至要说 你有没有怀孕的可能 如果你有任何疑虑 觉得有 他认为有的话 你就要跟他解释说 虽然目前没有任何的伤害 但是 这个 这个 还是很会提出 这个热效应 或是一些电磁伤害 一些疑虑 所以如果你有任何的 这个害怕的话 其实我们都会建议 你就不要进去做 这个是针对 女性的受试者 我们会特别去询问 这一块 那另外 比较常见就是 牙套 还有老余佩 就是活动式的金属甲 如果是活动式的 就拜托她的金属甲 一定要拿下来 特别是 一颗或是拳口 通通都要拿下来 那如果是固定式的话 一般就 没关系 固定式 像一种有的是 像牙罐 扣上去 固定式的就没关系 好 这个是我们在 学校这边在用的 最简单MRI的 检查书 因为我们通常 不会希望她 填太多东西 但如果你想要完成的话 你可以参照我刚刚说的 那一个PDF档 你可以去做一个 更完整的一个说明 只是说你这个 不管怎么样 她再进去 踏进那个MRI room 之前 你一定要再请她 很多病人都是 你跟她讲说 先把口袋里的东西拿出来 但是她进去前 她还是会忘记 你就是要再进入前 还是讲到很近 你再拍一拍口袋 摸一摸 然后下面的 然后再去固定式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安全性 好 这个 就今天的部分 好 谢谢大家